劏房租管法例刚于上星期正式生效 希望舒缓一下击护的经济压力 成效如何 有待观察 劏房 龙屋的出现 肯定是私人楼价高企 公屋供应不足下的产物 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早前已经发话 限时告别者等居所 解决社会矛盾 时间表定了下来 路线图上未就水 其实问题在政府的承担 以及改变职集已久的官僚文化 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 价格是反映供求状况 供应少 价格自然不断上升 香港的房屋供应严重短缺是铁一般的事实 发展局局长黄伟伦 运房局局长陈凡年年公布的数字就是不足 不过他们学懂要画饼冲击 发展方面有明日大遇 未来二三十年田海造地千多公顷 房屋方面有长远房屋发展策略 说有足够供应 只不过是投兴美众 开画空投支票 预计一零年后解决问题 为什么特区成立以来 几任政府都专注房屋发展 董建华定下八万五的建屋计划 梁振英和林郑月娥更提升为众中之众 但是二十多年来 仍然未能解决房屋问题 原因何在 原因是殖民地年代的思维一直流传今天 一是高地价政策 一是保育性规划 几十年来 香港都奉行高地价政策 港英政府高举无税自由港 以及低税率以招来投资者 要彼補政府开支 强化土地收益是重要的支柱 况且香港地小人多 土地珍贵 限制土地供应是抬高地价的关键 力任港督都爱好大自然 政府亦以麦理浩径 为亦顺敬来命名穿梭郊野公园的赞道 香港在规划上有百分之七十的面积是不准发展 主要是保育之名 市民考虎又怎能面对无米之吹呢 因是之故 政府体系的公务员个个小心翼翼 万条思理去处理土地问题 经常提及土地大辩论的数据 香港土地供应由生地变熟地 即是一块地由规划到可以起楼 平均一四年 建筑再加三 四年 换句话说 由选择土地开始 资源供入伙 就要二零年了 成本可想而知 为什么生地变熟地需要十多年的时间 原因是我们的政府程序 兴建楼宇由规划开始 首先看规划大纲图 符合大纲图可以快一点 否则便要走成规程序 一般是改变土地用途 例如由农地改为屋地 完成后再经城市规划条例第十六条 Section 16 申请发展项目 这两部分 这两部分 免时甚久 规划处将申请分发十多二十个部门征求意见 又再公众咨询 来回经年 中间夹集部门的刊献程序 十年八载事作等限 有时遇上政府有意发展某一区域 进行研究 就会冻结该区发展 可视这些研究随时两 三年 押后视角下的视 成规以外 地正登场 一般称为换地 实际是向政府補偿改变用途地价 以及购买商年有关的政府地 又是另一个漫长过程 政府为着公众利益 不想占卖土地 高价开价 买家多番议论 多年才能成交 旷日持久 免时失事 然后审议建筑图则 批准后方能开展工程 最大问题是公务员心态 因为他们没有商业压力 押后指示增加你的发展成本 太过热心反而吸人官商勾结的感觉 不如探慢板 随意所知 成本当然转嫁到楼价之内 不过政府最大的本领是找借口 毁过于人 说法是供应小归够于有人团地 不作发展 想以收回土地条例强抢民间资产 又或者说发展商团流不卖 以用空置税对付 增加买家成本 这都是推卸责任的思维 没有仍难而想 解决核心问题 是看政府启动新界东北新发展区 不用说 董建华 曾任权年代提出 就算由陈茂波着手执行计算 10年来未见楼宇出现 回想港英年代的玫瑰圆计划 1990年颁布 97年前基本完成 除了国际机场98年启用 无限感慨 行政长官林太任内 最后一份施政报告 准备检讨成规条例 保育条例 新界祖堂条例 希望缩减流程 简化程序算是正确方向 试看何时会得到成果